第一法 应该双座 家父座 或者是半家父座也可以 然后第二法 你两树做灯影 做灯影的时候 应该右树在上面 左树在下面 然后两个母子接住 放在旗下 第三个 整个鸡嘴 正直 不能弯弯曲曲 应该也 并不能往后仰 然后第四个 经部 稍微往前伏 也不能往后 也不能左右度外 应该稍微往前伏 然后第五个 尖笔后仗 或者是素仗 第六个 我们双目即时必见 第七个 舌头 地上伤害 你要入座的时候 先在你的舒适的座点上 做一个披露气法 然后心完全地放下来 稍微做一会儿 这个右手 和他一样 接下来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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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次七 说三次七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观想 从无事以来 自他一切众生 尤其是诚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白色的气体的形象 往外拍出 出三次七 左手就是做金刚拳 也是压着大腿的梗 然后从右手可以说压住右臂 从左臂孔当中出三次个七 心里面观想 从无事以来 自他一切众生 以贪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红色气体的方式全部往外拍出 这样就是拍三次七 双速度做金刚拳 压在大腿的梗 从两鼻孔当中 同时出三次个七 出三次个七的时候 心里面也是观想 自他一切众生 从无事以来 以赤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黑色气体的方式往外拍出 这样就是拍三次七 开始念的修母法 还有延启舟 以诸佛菩萨的三经长的这种语言 融入你的心 获得这种降测 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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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音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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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hc 很制 斯贺之仁dim 教会们育UP的较劲。 教会们育休息,教会们育休息。 然后呢就是为了就是你以天变无际的一切行僧 让他们获得圆满震灾剧的国位 让真正的菩提心发起来 让真正的菩提心发起来 在自己的这个前面的这个上面虚空当中啊 就大概一次高的地方呢 应该这个前半这个莲花上面呢 就是这个四字宝座上将自己的这个上师呢就是观想 在这个上师面前的话呢 你就这个一心一意的开始祈祷 就心里面像就是啊 就十方诸佛菩萨的智慧重体啊 根本上师如意宝 您一定要锤炼我 加持我 让我的这个心融入佛法 让我的这个修行佛法呢 就是圆满成果 所有的迷乱分辨性呢 就是全部遣除 获得这个无上的证悟 这些境界呢 像上师你一样 就一定要在我的这个相续道中呢 让这个升起来 然后呢 就是以无比的这个恭敬心呢 就是一直这样这个祈祷 要求就是念那个上师的这个祈祷文啊 一般来讲念二十一遍 就是你非常强烈的这个信息来合照 就是全面就是观想上师 就是在他面前一直这样念 就是在他面前一样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按住 广书当中呢 就是说这些事件的凡语 事件的这些凡夫素质的人 与我们交往对我没有什么利益 对他人也没有什么利益 从两个方面来进行参数 首先就是第一个问题 而且有些行持善法 应该值得欢喜的地方 他们也审常恨心 所以这些事件的人很难以去遇 这一点恐怕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很深深的体会 对啊 因为事件人呢 他没有什么那个这个见解 智慧 所以这个情人和仇人之间的这种标准线呢 就是没有固定的 就是随着他的这个意乐 随着他的这个心情呢 随时都会会这个改变的 记得以前释迦牟尼佛呢 就是当那个在营地的时候 当这个暴击国王的时候啊 他的这个最亲密的朋友呢 就是一下子就变成了这个仇恨的敌人 当时呢就是也是就发出了这种爱好 就是说是啊 事件的一切呢 就没有什么这个净准的 为了一些这个谈语呢 就是我最好的这个朋友呢 一瞬间都是变成了这个仇恋啊 就是也是这样讲过的 因此说呢 世间的这些人呢 真的是这个情和缘呢 就是是不能这个定准的 就不能定准的 虚语呢就是变成了情人 虚语变成了仇恋 为什么呢 因为就是我们本来都是这个情和那个仇啊 就是没有什么这个本质 就是没有什么本体 有了本体的话呢 人与之间会结成这种关系可以的 但确实是没有的 而且有些人的话呢 本来都应该就是 值得这个生起欢喜性的 比如说我们做这个上公下士啊 行持善法啊 闻思修行啊 应该欢喜之处 对自己和他人的今生来世 都是有非常大的利益 可是这些世间凡语的话呢 那么就是应该值得欢喜出呢 就是他都不会这个欢喜的 而生起这个嗔恨性的 从这个表面上看来的 是真的是 世人的这种关系呢 就是还是没有什么这个固定的 就说一说呢 意思就是说我们这里的这个凡夫人呢 就是真的要你想这个接近他 要这个区域的话呢 很困难的 凡夫人的本性就是这样的 我们呢也不能说是 怪就是那个人 那个人不好 这个人不好 其实凡夫愚笨的人呢 就像祸的本性是热的 就是同样的道理 凡夫人呢 就是有许许多多的一些这个毛病 就是所谓的凡夫呢 主要的是这个愚笨的人 就是愚笨的人呢 就是的确是有这样的这种毛病 就是因此呢 我们就是平时这个学习佛法的时候呢 就是一定要人与人之间有一种祸气 也有一种这个平和 就是也不要太亲密了 也不要太有这个矛盾 就是这两者都是不好的 就是跟人人都随着 不要有这个就是很就是 就是严重的这种矛盾 就是这一点就是很重要的 尤其是我们学习了大乘佛法以后的话呢 我们在这个阎幕当中的所有的这些人呢 都是我的这个父母啊 因此呢就是不要有这个设计之感 也就是觉得这一小说 这个小说很重要的 就是不得了 这一个你们的肯定 就是不得了 那很多个人 就是不得了 这个事情 不得了 就是不得了 逮据老师 我可以要一个人 就是不得了 究竟子 我只能做了 你有没有 那么多什么 这个事情 有什么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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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不要就是对他们呢就是制造这个违缘 但自己呢应该就是静静这个行车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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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样讲的 然后如果这个实力和智慧等等就是与我相当的话呢就是我们就是对他这个分起这种精正之心啊 用精正和攀比之心 然后如果就这些人呢就是这些人呢就是这些人呢就是不如我在那种情况下呢就是自相细当中生起一种傲慢之心就我们这个凡夫人呢真的有这样的就是对这个上者呢有嫉妒心然后中者呢就是有精正 进行生嗔恨性 因为种上自己的要害 或者说自己已经 发现自己的错误的时候 一般凡夫人 这都不愿意接受 这样一来 我想我们 出于这样的凡夫当中是得到什么 对自己有什么样的利益 对他人有什么样的利益 应该就是凡凡夫妇地去观察 去观察的时候 的确也是得不到的 好多处于一种傲慢的状态当中 如果傲慢的状态当中 那么对自己也是得不到利益的 因此说 我们也应该用智慧来观察 这是很重要的 《隆盟菩萨的大智度论》里面 也是这样讲的 他说是 鬼而无知 则为遂 然后 知而骄傲也为遂 意思就是说 如果我们虽然是很高贵的 你对这才华就非常不错的 但是呢 如果没有这个智慧的话呢 那就是 也是这个人是受到这个随败的 就是非常这个可怜的 然后有些人呢 虽然有这个智慧的 但是你相续当中有这个傲慢之心啊 有傲慢之心的话呢 那就是也是不行的 就是那呢 也是受到这个随败的 多久不见了 Its saber了 就只没读到这个随败的 但是我们很想看 我们解决的这个智慧 我们解决的一些可怜的 入球的这种随贷的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 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 但是我们也要向这边 有什么解决的 就觉得我根本就不懂了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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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关心的 所以我们有些道友 有些出家人 你到了社会上以后 深深地感觉到 他们做的一些无聊的事情 五个光尊者也是 在《窍诀报道》里面 是这样讲的 他说是这个邪性依然 顾虚不交往 别人的 凡夫人的邪性 很容易染上我们的 所以我们都是尽量不要去交往他们 如果我们去交往的话 真的是很容易在我们的相续当中 被这些各种各样的烦恼 过失会染上的 因此自己经常安住 以前古代的这些大德们 也是经常这样讲的 经作常识既过 然后先谈莫论人非 意思就是说 经常自己大作 并模思维 看自己的过失 而不要先谈别人的一些是非 同样的道理 我们现在当中的很多的资产回答 然后一些谈论谈诚的话题 都没有什么实在的意义 因此我们这个修行人 不管是居士 出家人 大家就是处在一起 大家一起喝茶 做什么事情的时候 看看你的话题是什么 因此我们真的想获得快乐的话 大家也应该远离这些凡夫人 如果没有远离凡夫人的话 自己真正是得不到真实的快乐 所以佛陀在有关经典当中 也是这样讲的 恒时不见凡与乃为真实安乐 我觉得这个教言还是很殊胜的 我们恒时不见这些凡夫人 那我自信当中真的获得很大的快乐 那么我们不见的意思 并不是说是我们从此以后不度化他们 按照无关真正的教言 并不是说是我们不度化他们 但是因缘不成熟的时候 我们经常跟这些人接触的话 自己得到的什么 这是我们通过的 来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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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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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最后这个摄意 就是自己只有受到损害 受到损害以外呢 这些人对我也是不能帮助的 然后我帮助他们 也就是帮不了什么的 所以我只好是远离他们 心里默默地发愿 就是度化他们 将来度化他们 而自己呢 最好自己的行为 不要跟他们合在一起 如果合在一起的话呢 那不久的将来 恐怕自己的这种道性呢 就是很容易退失的 所以说呢 我们以前的那个 《坚确八革西》啊 《坚确八革西》呢 也是这样说过 如果我们依靠这个故乡 那么自相续当中的这个 贪心和嗔心呢 就是会增长出来的 所以呢 就是最快的这个速度当中呢 就是就开始这个 就出发到一些这个激进的地方去 如果我们依靠一些情友的话呢 就是以这个 就是人们的这种感情啊 以人们的这种感情呢 自相续当中呢 一定会是这个 遇到这个约缩的 所以呢 就是一定要这个怨念 这些都是非常 这个甚深的一些教言啊 如果我们真的永远都是 就是成立在一个 轮回的苦海当中的话呢 那就自己都是没有这个自由了 修行的机会呢 就的的确确也是没有的 所以呢 首先是我们一定要就是观察到 就是什么样的这个环境呢 就是适合我们的 什么样的这个环境呢 就是不适合我们 因此说呢 我们这个度众生的这种誓言和发行呢 就是永远也是不能就是退的 就是这一点大家一定要心里注意 但是呢 自己作为一个大乘修行人来讲 身边的一些环境和身边的有些人呢 对你有没有这个帮助 如果有帮助的话呢 依靠他们来就是利益众生 就是发菩提心可以 但是如果这些身边的人呢 就真的是直接或者是间接就是 对你的这种智慧和信心悲心呢 受到一定的印象 我如果我在这里这样待下去的话呢 那就不行了 那这种情况的话呢 那你一定要就是远离 那么就这么说 多谢观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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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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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